音浪太強 董事董事 配上了絢麗的七彩燈光 車聚開趴 真的不輸夜店趴 先開後車廂比DJ台還專業 低音重低音 中音喇叭一音俱全 还有车主为了改装音响 几乎把积蓄通通投下去 这台灰色日汽车虽然外表破旧 但打开后车厢比有洞天 车主投入音响改装已经18年 尽管是21年老车 厘程数40万公里 车价只剩4万 但光是改装就砸了五六十万 整台车连后座都快塞不下 有主机 扩大机 等化器 喇叭等等 但车主还不满足 还要继续砸钱 继续改 主义新车的话 叫大家要在新的车买进来 要再花很多钱 那这个没必要 用旧车来改 比较能突出 砸钱组装音响 甚至比原本的车架还要高 比音质细致度优美度 还讲究改装功力 定期车举切磋 让老车不管马力强 只管音浪强 据热文斌云林报导